那么今天跟各位讲一下三清的传说 三清神像一般主要供奉在道观中的三清殿内 中间是原始天尊 左手虚拈,右手虚捧 象征着天地未行,万物未生的无极 那么左边是灵宝天尊 双手捧着一个半黑半白 黑中有白点,白中有黑点的原型阴阳镜 象征着刚从无极状态中衍生出来的太极 右手边是道德天尊 他手拿一把画有阴阳镜的扇子 象征着由太极而分化出的阴阳两仪 这些合起来正是一幅道教的宇宙图示 道教把道的时空誉为红元、混元、太初 有些像三清像 那么原始天尊手持玉珠、领宝天尊 手持太极图、道德天尊、手持阴阳扇 正是红元、混元和太初的人格和物相的象征 那么先跟各位讲一下原始天尊 天尊是道教对该教最高贵的天神的尊称 能称到这天尊的是有数的几位 其中又以三清三天尊最为尊贵 三清为道教的最高神 三清同样也是汉族的哲学三一的象征 故其为至尊 那么原始天尊为三清首座 在道教天国中做第一把交椅 堪称道门第一神尊 在我国古代传国神话中和道教的早期经典 太平经中并无原始天尊一说 只是到了晋朝 葛洪在枕中书才有其名目 无始一词本是道家叙述宇宙起源之用语 本为本原开始的意思 道教徒们云衍生 虽将原始演为道教最高天神 那么在《太玄真一本记经》中说 无宗无上而独能为万物之实 故名为原始 那么运道一切为极尊 而长处二清 出驻天上故曾为天尊 那么道教宣称的原始天尊 生于太原之仙 领自然之气 充须宁远莫知其极 天地轮坏 洞树中进 但天尊之体长存不灭 每一节相聚经 四十亿万年 这是参考了佛教的说法 节后 每道天地初开 授予密道 为之开节度人 原始所度 皆驻天仙上品 有太上老君 太上丈人 五方天地 以及驻仙官等 近代葛洪等道教理论家 根据上面的说法 干脆把他与远古神话中 开天辟地的盘古 合二为一 盘古开天地的神话 以文字出现 是在三国时 无人许者所著的 三五历纪与五蕴历年纪中 在明代周游的 开辟演绎通俗志传中 第一回对盘古神话 也有了生动的描绘 道教西书前两种记载 塑造出了道教最高神 把这位神仙人物 安上了道教最高称号 盘古真人 说是天地日月未聚 宇宙还没成形的时候 有一位盘古真人 自豪原始天王 他开天辟地 住在天中心之上 明月玉京山 山中宫殿 金玉世之 又出了一位太元圣母 二位结成夫妻 诞下了天皇 又有扶桑大帝 东王公 太真心王母 二位承鸾凤 生下帝皇人皇 福西神龙 祝龙五龙氏 都是他们的后裔 三皇传下天文 成就了道教经典 也就是所谓的三皇文 于是产生了整个道教 至于盘古与原始的关系 在历代神仙通念 卷一中 说得非常明确 那么在盘古 治世功成后 退去须壳 一灵不昧 游行于空中 忽然看见太元圣女 喜其真洁 趁他仰天呼吸之际 化清光 投入其口 后太元圣女 诞下一字名为原始天赠 以己前身是盘古 乃号月原始 对其名号解释为 原者本也 实者初也 先天之气也 此戏化为开辟世界之人 即为盘古 化为主持天界之子 即为原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